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前面你拍照的時候會不會遇到這種情形 比較暗 就是一般所謂的逆光拍的時候 逆光拍的時候會比較暗一點 可不可以處理一下 合理的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你用這個 我們找到這裡有個相片邊圈 你找自己的是最好 我從這裡有一張 另外我再找一個 這裡也有一張 我丟這一張上來 你看 你拍照的時候我拍到這樣 敢拿出來嗎 直接丟到垃圾桶了 再回家幹嘛 對不對 這個可以處理一下 這個是在關山製造 墾丁那邊 當然就拍夕陽 所以如果你去風景區最好 拍風景的時候 人就不要站在前面最好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有這種情形了 可是偏偏就要站著 怎麼辦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處理的地方都在哪裡 都在這裡有一個叫做 濾鏡裡面 有一個叫做照片 我們當然會用的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那你現在呢 先看一下就是說 我現在 這個是細氧 細氧 那我如果把它變量了 整張照片變量 細氧還在嗎 對不對 那就不行了 所以呢 我現在只希望怎麼樣 這個按著留著就好了 按著變量 原本亮的就留著 所以我們在這邊 用一個功能叫做 暗部補光 暗的補光 這樣很清楚吧 好 那麼你可以看到 它預設呢 做的第一次是 效果是百分之百 有沒有 暗的有比較亮一點 亮的沒有什麼改變嘛 對不對 如果萬一你覺得不夠 可以再做一次 或者說我做 再多一點點 有沒有 如果覺得太多 稍微把它調少 這樣子就做進去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使用前 使用後 這樣有簡單嗎 所以下次這種照片 不要丟到垃圾桶 請資源回收一下 回家自己處理一下就好了 好 這是第一個 那麼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有可能 整張過量或整張過暗的 也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找一張給各位看看 來 整張太亮或整張太暗的 我找這一張你會比較清楚 來 你看 有沒有太亮 有對不對 像這個是在屏東海聲館 前面有一個大金魚 大金魚那個水質 那這樣拍 太亮了怎麼辦 你看來這邊 整張的叫做痊癒的 我們再來要講的 事實上都是相機裡面 一個功能叫做曝光 只是平常大家拍照時候都懶得 懶得去射 除非你用傻瓜 那個單眼的才會特別去調 好你看 這個東西呢 跟我們 相機上是一樣的 相機上面有沒有看過EV值 手機的也都有 手機的其實 都有這個數字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 你如果往右邊 往右邊就是正的 最多到正二 大多數 往左邊就是最少到負荷 那 往右邊會變得更亮 相對的往左邊 有沒有按下來了 負況不要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這樣應該就看得很清楚 好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就學會兩包 太亮了太暗了 那還有一種叫漸層的 漸層的 那漸層的呢 會用在哪裡 很像我們在拍那個閃光燈 你們有沒有看過人家出那個婚紗的外景 出婚紗的外景 就去外面拍啊 外拍啊 攝影師 男女主角 通常還會有一個 負責拿一個東西 擋光板對不對 因為我在盆內很多把燈還很好笑 可是到外面只有太陽光一個 對啊 所以如果太陽光從這邊掛過來 這邊就是暗的嘛 等下我擺光擺補光 那這個就類似那個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 來看一個針頭 你看喔 這裡你看這個小baby 這個手機拍的 所以比較小 哪一邊比較暗一點 就是這位比較暗一點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來這邊 你看我們剛剛都在講這個照片 照片這個地方 漸層的針鹼曝光 好 你看這邊就會多一個 那麼預設呢 它在這裡 這個就是光源所在的地方 預設是在這邊 往這邊照過來 好 那所以這個以後完全不受影響 這邊完全受影響 中間呢就會有一個 好像燈光 漸漸衰減 好 那它預設有沒有 它是一個加一 也是曝光 只是變得怎樣 比較正的 會變亮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試看看 現在是左手邊比較暗 所以我就來這邊調整一下 請問有沒有不一樣 有點頭的 是看對地方 沒有點頭的 看錯地方 為什麼 因為有點頭的 他們看的是這裡 沒有點頭的 是看了這裡 這樣我們了解吧 你看使用前 使用後 有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到這裡 你就沒有點頭 我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 比較一下 使用前 使用後 這樣有沒有很明顯 這好像補一盞燈光進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萬一你在拍照的時候 萬一這個 光線不正好 你就自己補光一下 也不錯啊 那你也不見得 只能有漸層的 線性的 你也可以有什麼 好像那個 有中心點往外的 你看它預設 這裡 是不是線性的 對不對 你如果用擴散的 就是什麼 由中心點往外擴散 所以比如說 我是一個人臉 人臉的部分 那我就讓這個臉 臉的部分比較亮一點 這樣也可以 好不好 我們剛剛講的 三種方法比較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什麼 暗部補光 針對暗的補光就好了 另外一種是針對整張的 再來就是針對局部的 局部的 那我把他們還給你 你可以試看看 現在呢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個打光 打光的話 就跟剛剛的不同 很大一樣 但是這抓很好用 好你看 像我們一般 比如說你看拍這個金幣有沒有 拍起來是這樣 把它弄亮一點點 有沒有 你知道今天要洗嗎 好 今天一段時間會氧化 要洞去那個 店裡面給它洗一洗 把它去氧化 跟桶一樣 所以 我們自己洗就好了 有沒有 再塗一下 那 這個部分呢 就是針對局部的 還有你看像這裡 有沒有去墾丁玩 或出國 就是東南亞 回來都變這樣 叫他拿下來都不拿下來 為什麼 眼睛眨不開啊 對不對 回來都是 都變這樣 叫你去海邊玩也是這樣啊 可是你可以變亮一點 但是不用美白 另外像這個 同學在學校裡面的一些活動啊 比如說像在舞台上的 難免會有人 站在這邊 有的人站在這裡是不是就比較漂亮一點 對 因為燈光下來剛好 有的人就剛好沒有站在對的地方 可是我們可以自己整理一下 這樣了解 什麼叫打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試看看 到底打光 到底怎麼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像這個 打開 有沒有像這樣 那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打光在哪裡 這次我們就不走這邊 我們要來看 左手邊裡面 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修騙工具 有看過那個廣告嗎 劉嘉玲 在代言某個化妝品 用了叉叉牌以後 以後他拍照都不用修騙 絕對是騙的 怎麼可能 對不對 好你看修騙的工具 有看到了嗎 不要把焦點一直鋸在這裡 等一下會講 我們先看打光 這個打光很重要的 你看這個 它是一個筆刷 所以我現在太小可以把它 變大一點 再大一點 怎麼樣 自己洗精子比較快 對不對 這樣就開掛了 所以我們再看看 再看看另外一張 你看這個小朋友 你看 這邊 它大概站得最好 再來 它 一半量 一半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最慘 對不對 它完全沒有報告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光 幫它的忙 來我們把這個 稍微調小一點 這樣你知道 皮膚黑不是你的錯了吧 怎麼樣 下次曬黑的不用鮮美白 自己先處理一下就好 但是你看 這裡會出現一個問題 我覺得不夠白 大家都想白一點 這圖有沒有用 好像沒什麼用 對不對 所以要麻煩你 按一下哪裡 更新筆刷 你如果想要再白一點 我也有照片 要你瞭解概念 要你瞭解概念 了嗎 那你看 右手邊小朋友 你看 這樣是不是好很多 對不對 只是 這個 對 剛剛同學有提到 這個就不是我不想救 是 無能為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事實上我們會比較鼓勵 因為你在拍照的時候 其實可以的話 在光線還夠的情況下 不要用閃光燈會比較好 因為你用閃光燈一拍下去之後 它是更不平均 為什麼 它不可能照得很全面 所以你用閃光燈之後 會變成說 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 皮膚的顏色 會比較西北 因為我們閃光燈 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種 對不對 對啊 你看如果人家是那個 電視台的那種 攝影的 都是用乳素燈那個黃的 因為這樣比較適合皮膚的顏色 所以不一樣 那 基本上你要用這種工具 看起來它很好用 可是它有一個限制就是 當你是純白或純黑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純白或純黑 沒有 你們可能太曉得 老師可能大家知道 有一個廣告 瓜 如果不好 因為 因為歐肥就是沒有色彈 沒有彩度 沒有彩度 你用這支筆就做不出來 所以你看 我來畫給你看 有沒有發現 白的不算奴衫 有沒有 你說你要變暗 可以 這支筆不是只能變亮 是可以變暗的 你看 一樣是曝光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可以變附的 可是我想要讓它變暗 白的還是不理你 有沒有發現 直到問題所在 所以其實 你只要變純白或純黑 就沒有辦法 因為色彩已經不在 好 好